1月11号的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不分区立委的参选情况踊跃 光是完成登记的政党只有19个创下历年最多 而提名人数最多为民进党共提名三三席 其中排名第15序位的是 泰亚尔民族议会秘书长欧米伟朗 长期关注国内社运与原运权益抗争议题 期望进入立法体制内处理传统领域化设定义 和亚尼案等相关议题 而国民党提名三十一席中排序第27的是 来自南投仁爱赛德克族从事教职三十一年 目前担任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李慧兰 自建担任国民党部分区立委 政见理念大多关注在教育发展 至于蓝绿以外政党也来势汹汹 清明党提名二十二席中原住民族代表有两位 为排序第十留得音乐博士排完族的高汉 另外排序第十八拥有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 阿美族林浩宜 他们都表示希望未来能够连接原住民与自身的专业 一起进入国会继续为原住民族来服务 另外台联党共提名七席排序第二的是 前立委周尼安 具有凯达格兰族协统的他说 如果未来顺利进入国会将持续推动贫补族群证明 而台湾维新党共提名六席排序第二的是 台南市希拉雅文化协会理事长兼发言人万淑娟 表示将持续推动贫补族群的证明运动 而排序第四的是 曾任原住民族广播电台主持人阿美族的蔡惠兰 表示未来有机会进到国会的话 将进一步推动部落长者的长照政策跟足语附正工作 最后合一行动联盟则是共提名八名 有排序第七的是达乌族周美云 和排序第八希拉雅族的林杰中 日前才召开记者会 表示政府应该比照228转型正义赔偿条例的立法精神 订定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赔偿条例 翻转过去政府对原住民族的补偿概念 蓝绿利拼利愿席次 加上小党来势汹汹就看选民怎么投了 原新闻比例把扎台北市采访报导